大家好,我是叶飞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曲面投影变形的一个实例 像这个,它的着地改了 它的着地面改了,就是这个面改了 我看一个截面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旧的一个着地面 这是新的着地面 从这个面改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呢,保持不变 这里保持不变 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向投影 用这个方向投影 从这里变到这里,这里作为先制 好,试一下 右键,我们用两组面 因为只有两组的话,才带有局部 选取基础面 选取新的 选取限制面 这里呢,是J方向的 那这样子变下去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对到它的二地图 我们设为一个反冲吧 缓冲的话指的是 后面这一节都不动 从这里到这里的十毫米 就是它的缓冲距离 按确定 好,已经变完了 我们呢,把这个变好的 复制一份 然后再回退一下 粘贴 这样来做一个对比 把它变为新的 关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 后面这一节 都是没动的 后面这一节都不动了 因为你 这里呢 只动了这一节 看到没 只动了这一节 那我们再从第一视频看 它是可以 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个变的过程中呢 可以用这个 如果底部的 你可以用这一方向的 这样的话 还可以对到它的二地图 这个实力的 那个 用回来就 讲到这里